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杰安 马上现在带您看到 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反制中共扩张 日护卫舰出云号13号出发 部署印太 上海测核酸新规如枷锁 强制封闭引商家反抗 苏立文与杨洁篪会晤四个半小时 再交手台湾议题 乌克兰官员说 战火中失去四分之一工地 但粮食安全无余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最新市场动态 周一美国三大股市同时下挫 标普500跌入雄市 主要原因是美国联准会将在周二 展开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 投资人担心联准会为了遏制通膨而激进的升息 导致经济衰退 目前道雄指数已经回吐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的全数涨幅 白宫表示正密切关注股市 台股今天开低震荡 早盘跌幅一度收敛 但随后下跌超过百点 跌破万六关卡 台积电跌幅超过百分之一 周一标普500指数收盘下跌了3.88%到3749.63点 这是标普已经连续四天下跌 从一月份的高点下跌了至少20% 这表示自2020年以来美国股票首次进入熊市 同时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周一收盘下跌2.79%到30516.74点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68%到10809.23点 联准会周二将召开新的政策会议 多数投资者认为联准会还将提高基准利率0.05% 周五的通膨报告显示 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8.6% 预期联准会将被迫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一直通膨 在疫情期间飙升的美国科技股 是这次标普指数暴跌的最大原因 截至收盘 苹果公司股价下跌了3.83% 而亚马逊下跌了5.45% 特斯拉下跌了7.10% 脸书母公司Meta下跌了6.44% 如果有变化 我们认为它会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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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上进纽约报道 世界各国弥漫通膨压力 经济部长王美花接受广播节目访问表示 台湾去年就有透过各项政策来抑制通膨 也让台湾在全球通膨浪潮中相对稳定 目前台湾面临输入性通膨压力 不应只是用升息来解决通膨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第12届部长会议 12号开始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为期4天台湾游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贸易谈判办公室 总谈判代表邓正中率团出席 期间邓正中与超过160个国家部长共同商议 并谴责中共的经济胁迫手段 为台湾的凤梨 莲物世家 石斑鱼等产品争取应有的权益 13号立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卡罗布利斯与邓正中举行双边会谈 就深化双边关系 共同对抗经济胁迫 WTO改革等议题交换意见 卡罗布利斯表示 民主国家要建立反经济胁迫的规范 共同对抗极权国家 这也是立台湾选择与台湾扩大交往的原因 世界贸易组织魁维斯年半举行部长级会议 12号欧盟发起与乌克兰团结一致的会议 共计57个会员国现身相挺 共同为民主和平发声 台湾政务委员邓正中也受邀出席 习间乌克兰贸易代表及经济部副部长卡契卡 与邓正中握手致意 并向台湾不以余力的支持表达感谢 台湾民众对乌克兰自发性捐款超过新台币9亿元 昨天包括台湾、美国、英国在内共56个WTO成员发表联合声明 对乌克兰遭到入侵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表达担忧 并寻求协助乌克兰生产与出口 不过俄罗斯与中共并未加入联署 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在亚洲安全论坛上 关注台海安全局势 而中共却喊出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中共外交部还声称对台海有所谓主权与管辖圈 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今天严正驳斥 并谴责中共 重申与理念相近国家紧密合作 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外交部呢我们严正了驳斥 中方相关的谬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是凡是属于我国领海范围以外的水域 都是用国际法的公海自由原则 我国上来我们尊重外国的船舶 在台湾海峡任何符合国际法的行动 包括无害通过 我方我们理解并且支持美国自由航行的任务 对于促进区域的和平跟稳定所带来的注意 对于中国政府漠视我国的主张 刻意扭曲国际法的规则 并且将台湾海峡企图矮化 成为其所属的专属经济海域 中方这样子企图併吞台湾的野心 昭然弱些 外交部我们无法接受 并且我们予以谴责 外围报道 中共的军方和外交部近日一再声称 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引发国际社会关切 对此立委抨击中共违反国际规范 学者则认为中共大内宣的意涵高 目的是稳住国内政局 这一切的作为 就是违反国际规范 要把这一些属于国际公认 公海的范围 化为己有内海化 所以当中国要发动武力 扩张的时候 它是把它定义为内部的行为 来阻止国际用侵略来看待它 目前来看的话 它这个内宣的意涵会高于外宣 因为第一个国际世界 国际社会或者是各国对于这样的看法 跟中国所这样的一个论述 其实是相违背的 那另外的就是说 以目前中国内部的相关的一个政治发展意义来看的话 确实这样的一个方式是 这样的方式是有必要性来稳住内部政治问题 因为即将这个时代要召开 基本上美国非常有可能 是会增加在台海的航行的动作频率 因为其实台海这样的一个自由航行 它不只是牵扯的是一个军事问题 它也牵扯到经济发展 以及所谓的物流运输的稳定 中华民国国防部今天上午表示 奉总统合定 国军上将职务将有所调整 国防大学校长张哲平上将 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并由海军司令刘志斌上将 接任国防大学校长 海军司令则由副参谋总长执行官 梅家树上将接任 原任副参谋总长的空军中将 郑荣峰则将进任二级上将 接任副参谋总长执行官一职 这也是国军近三个月内 第二起上将人事调整 太平洋两栖领导人研讨会14号 在东京开幕 首度由日本与美国合办 邀请18国的陆战队司令官参加 台湾接受美方邀请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4名军官包括海军少将张士兴 陆战队上校 海军中校 陆战队少校 深穿西服出席交流活动 会议探讨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 部队的贡献 强化各国合作等面向 美中防长会谈后 美中13号再接触 白宫表示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 在卢森堡会面 包括对一些区域和全球安全问题 及美中关系中的关键问题 进行坦率 实质性 富有成效的讨论 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 台美互信基础良好 已获得美方简报 美方已经在事前 就已经告知了我方 并且在会谈之后 美国也是第一时间 就已经立刻向我方 来进行简报会谈的情形 但是基于台湾跟美国 双方的一个惯例 跟默契 相关的这个细节 我们就不方便 对外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船舟下周将在美国举行 年度台湾美国高层国安对话 军事安全会议 蒙特瑞对话 外交部重申 基于台美关系默契 不评论特定对话会议 及细节 台美之间有很多双边沟通机制 管套顺畅 关系密切 互信良好 媒体引述台湾国安高层透露 将讨论包括军售及实战训练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星期一在卢森堡 举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会晤 外媒指出双方再次谈到台湾议题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 在日本发表护台言论后 白宫曾经表示 将在数周内举行拜席会 不过白宫13号被问到 拜席会问题时 并不愿意多透露消息 13号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卢森堡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举行约四个半小时的会谈 两人就一系列区域与全球安全议题 以及美中关键议题进行对话 同盟社报导 这会面两人也谈到台湾议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苏利文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并对北京在台湾海峡的活动表示担忧 中共官媒新华网也报道 两人谈到了台湾议题 另外拜登在日本发表护台言论后 白宫表示将在数周内举行拜席会 但白宫被问到这一问题时表示 新唐人俩台电视红玉婷张其林 综合报道 路透报道 疫情影响 马来西亚出现缺工 当地晶片业人力缺口 更高达1.5万人 厂商被迫停接新订单 MOSFET等功率元件 供应更吃紧 相关订单将流向台场 5月LCD智慧型手机面板价格 依然持续下滑 且跌幅超过预期 严调机构指出受到通膨 中国风控等因素的影响 民众的消费意愿和购买力都下降 各大手机品牌也均下调了今年的出货量 手机面板需求第二季仍处于低档 摩根士丹利执行长高曼周一表示 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几率为50% 但任何低迷都不太可能严重 美银财务长则表示 美银的贷款组合尚未显示出任何即将出现衰退的迹象 央行资料显示 13号一天美元指数大涨1.5% 而相较于主要贸易对手国货币 韩元单日重贬1.18% 新台币13号贬幅0.53% 韩元贬幅足足是新台币的2.2倍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中共内部清剿激烈 习近平提非战争军事行动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Apply for free Pro-on PVC corrugated sheets Government, schools, charity groups,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 are welcome to apply Pro-on PVC corrugated sheets Effectively slow heat conduction and reduce noise on rainy days Non-conductive, non-rusting, non-flammable Impact-resistant, acid and alkali durable Easy to recycle Limited to 30 applicants per month Call now Pro-on PVC corrugated sheets Pro-on优胜油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油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阻撤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荣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谈判制造专业第一 国外优胜油风 Mom, I'm home Hey, wait Microbe, PM2.5, TVOC Now you're safe But there's still ozone What? Ozone? Ozone pollution is more serious than PM2.5 IPI air purifier UV plus ozone antibacterial technology Filtered by activated carbon Plus ozone decomposition technology All in one machine Shielding you from the harm of ozone Guarding your family's health IPI air purifier Xia-Rong企業 首创智慧监控气体供应服务APP 监控气体刚平的入库查核 验收 自动显示储存区 使用记录 库存警报简讯 远端遥控 智慧下单 自动化服务管理系统 经典盘点时间 节省人力 智慧监控APP 气体供应的解决方案 恰隆企业 中共党媒周一报导 习近平签署了一个新的军队行动 纲领 涉及所谓非战争军事行动 引发外界猜测 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 发布了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 从本周三 6月15日起实施 中共党媒新华社 在13号傍晚的报道中称 该张耀为部队执行 非战争军事行动 提供法规依据 以前以类似的文件 类似做法一直都有 就是为了使军委主席负责制 能够完全落实下来 并没有新鲜的东西 大家引起关注的是什么 就是说 现在正好在二十大前夕 在这么一个时间点上 它可以制造一个舆论氛围 能够显示习近平对于那个军队的绝对掌控 新华社通导中提到 当要为防范化解风险挑战 应对处置突发事件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等 但没有报道具体内容 一个方面它在国内 除了跨风强险救灾这个方面之外 对社会啊 一些突发事件 对不对会不会介入 它在海外的 海军的出去护航等等 都是属于非战斗人物 那么它中国这种方式 使中共对全球的渗透 更有力度一些 目前 外界对中共如何界定军队的 非战争军事行动 以及应用范围都还不得而知 新唐人记者李澜 纽约采访报导 在中共的清零政策下 经济受创 中小企业苦苦挣扎 上海爆发大规模商户群体抗议 但遭到当局暴力镇压 上海西普路商业一条街 是华东地区繁华的服装交易市场 6月13号数百名商户上街游行 他们一路高喊口号 要求商场减免租金和管理费 商户的和平抗议 却遭到了警察的暴力镇压 多人受伤 另一段视频显示 大批警察在抗议现场与民众对峙 多名警察将一名抗议者按倒在地上 其中一名警察则是对抗议者施暴 七普路商业街上有老七普 新七普 豪普等多家大型服饰商城 而每个商城都有数百商户 在兴旺韩国城的林女士 6月13号对大纪元表示 有数百商户参加了抗议 现场的话就是七普老七普那边商场的话 大概有几百人 我们这边的话大概也有几百人 我们喊口号是说退租退租 但是我们也没怎样 是他估计里面有个便衣还是什么问题 就是故意与我们武方发生冲突 然后激起磨盾 然后警察就上来了 然后警察就这样暴力把人打了 然后把人抓走了 抓走的其中的一个男的的老婆 就是非常的气愤 然后就跑到楼上去 但是没有跳下来 后面好像下来了 林女士表示 由于三个月没有开门营业 生意快做不下去了 他商场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继续签明年的合同 然后呢 才给我们顺延免掉三个月的管理费 但是我们这三个月又没有去工作 为什么 本来就属于我们的管理费 为什么要顺延呢 房租他一分都没说给我们免 在当局的清零政策下 中国另一经济重镇深圳的经济增长 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记录 在过去40年里 深圳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20%以上 而今年第一季度降至2% 中国欧盟商会华南区主席克劳斯·曾克尔警告说 深圳正在失去它的吸引力 这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警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江迪亚综合报导 在关注唐山暴力事件 有多重迹象表明涉案者与当地政法系官员关系密切 另外专家分析唐山案被当局有意宣传炒作 目的是为了转移清零之下的民怨沸腾 6月10号凌晨 唐山市多名男子在烧烤店围殴女性 行凶者下手之凶狠 态度之猖狂 以及唐山警方最初对事件的冷处理和不作为 引爆社会舆论 与此同时 有关唐山警方涉及与黑社会勾结 充当凶手保护伞的疑点不断被挖出 有网络视频显示 行凶者之一的男子袖口上 清晰地印着警察的英文字母 网友质疑涉案者疑似与当地警方关系甚密 后期公布的抓捕视频显示 涉案人之一的沈某郡被捕时 乘坐车辆为奔驰中的豪华车麦巴赫 落地最低配置也要160万人民币起步 车牌尾号是稀有的联号车牌7777 被评论绝非一般社会流氓的水准 网友推测涉案人背后绝对大有来头 但不同寻常的是 中共当局对唐山打人事件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进行大范围的封杀 而是任其传播 甚至会把抓这几个人的过程 拍得像警察英雄片一样精彩 这系列操作会达到什么目的呢 再一次把坏事变成对政府大力宣传的一个好事 把公众的怒火引向几个打人的流氓 借这几个不值钱的小王八 帮助共产党这个大流氓 转移其他所有类似事件的视线 还有一点呢 就是可能借机啊 要搞一搞唐山当地的政敌 明显是平台的流量导向 故意到处去推 去炒作这条新闻 可是要知道 在这两天之内 上海又要进行上千万人的核酸检测了呀 不出意外的话 若干小区又会被封 刚被放封了几天 又要塞回到笼子里去了 这么大一个事 就没人关心了 从热搜上消失了 早前中共政法委书记 陈一新高调强调 要在2022年实现 常态化扫黑除恶 一位二十大献利 也就是腐败跟黑社会的话 也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 习近平他要搞定 这一个人渣 都在跟整个中共的体制在作对 跟整个中共的黑社会体制在作对 新唐人记者韩非综合报道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恩今天接受广播节目访问 被问到如果当选台北市长是否继续举办双城论坛 蒋万恩的说法是会把握城市层级交流 我的立场很清楚 中央层级的对立既然已成事实 我们更要把握城市层级的交流 为民众争取最大的福祉 所以我觉得多数台北市民一样 都会尽最大的努力 创造一切有利的因素 让论坛在符合市民的期待下 继续办下去 所以这个立场是不会变 也是我很坚持的 不怕被贴红标签吗 当然不会啊 因为如果 先前蒋万恩曾喊出坚持 中华民国的主权认清分治的事实 以此作为与对岸交流沟通的基础 台湾经济部长王美华说 台湾不应只用升息来解决通膨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用耐用你会爱用 康博精体厨艺杰 优优独播剧场上 世界各国弥漫通膨压力 经济部长王美华接受广播节目访问表示 台湾去年就有透过各项政策来抑制通膨 也让台湾在全球通膨浪潮中相对稳定 目前台湾面临输入性通膨压力 不应只需用升息来解决通膨问题 通膨对台湾的这样的外销的产业 如果通膨会造成比较停止性 那当然我们要很谨慎来应用 美国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达8.6% 创40年新高 外界担忧美国经济衰退 媒体关注对台湾影响 经济部长王美华表示 审慎阴影 全球面临通膨压力 王美华接受广播电台访问表示 美国已升息抑制通膨 但台湾现在是输入性通膨 不应只靠升息解决通膨问题 台湾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是输入性的通膨 那升息是为了抑制相关的消费 可是这样的一个 如果是必须的民生物资 这个升息要怎么样去反映这个通膨 恐怕要相对的要考虑比较多 对台湾来说 不应该只是用升息来解决 那所以我们的政府的措施 才会各式各样 至于通膨对台湾经济成长率影响 王美华引述主记总处最新数据 推估为3.9% 主因是台湾出口产业 至少到5月底都有不错表现 尤其是半导体等品项的全球需求仍在 而先前政府喊出目标 2025年达到再生能源占比20% 王美华坦言确实难以达成 政府正在朝向2026年10月达标 新唐人亚太电视持千里张元亭综合报导 今天带你来看到6月14号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这枪护航为沉默发声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唐吉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真的要工作 我没有工作 我会慌 因为我真的要工作 我没有工作 我会慌